那妳會恨他嗎 我不會 對他的心態是怎麼樣 就是他就去死也無所謂啊 其實前一兩年我會覺得 其實你欠我一個道歉 你有千百種方式可以聯絡我 因為我們有很多共通的朋友 其實現在都在FB上 但是你沒有 我就覺得 還好我是樂觀的射手座 不然其實我覺得 如果是像發生這樣的事情 有一些比較敏感的星座 可能撐不過去 我知道 去做可能會做更激烈的事情 我覺得可能真的會 有可能 那你說人生翻篇 我覺得或許吧 但是的確在我整個心態上 是翻篇了沒錯 我問一個可能比較敏感的事 反正如果不行就剪掉 你有跟那個人聯絡嗎 沒有 完全沒有 那妳會恨他嗎 我不會 我唯一 妳現在對他的心態是怎麼樣 就是 就是他就去死也無所謂啊 那只要不止這句話就是恨他 不是不是 我跟你講剛開始我會很恨 剛開始我會覺得說 幫我消音 剛開始我會覺得說 你叉叉叉的欠我一個道歉 但是 你氣都消音了還幹嘛 對啊 你叉叉叉的 就已經消音了 我現在男友不喜歡我說髒話 OK 我那當下一開始其實 欠音兩年我會覺得 其實你欠我一個道歉 也啊 對 但是你有千百種方式可以聯絡我 因為我們有很多共通的朋友 其實現在都在FB上 但是你沒有 所以大概在半年到一年之後 我就覺得 你就是沒用的男人 你就是龜縮 這邊要逼是不是 剛剛叉叉叉 現在直接罵出來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糟糕的男生 你沒有男生的擔當就算了 你至少給我一個道歉 沒有 完全沒有 然後我就翻篇了 因為你就是這種人 你以後的人生就是這個樣子 你 而且我甚至覺得 你連正正現實你都不敢面對了 你的人生也不會有起色了 這樣講很重嗎 不會 我覺得不會 好 但是 那的確他現在就是維持一個 一個狀態而已 但是其實你 如果用另外一個方式來看 我覺得他很可憐 嗯 他其實跟我比起來 他是可憐的 因為他只能 被自己綁住 他沒有辦法跳出那個框架 他沒有辦法像你這樣 再去做更多的 因為他自始至終沒有承認過 對啊 那你不覺得這樣子的人很可憐嗎 我覺得反而我必須去可憐他說 其實你也過得很慘 那我就不恨了 他沒有真實的面對自我 或者是對大眾去面對 對 因為他沒有對自己誠實 沒錯 沒有對自己誠實的人 我覺得是最可憐的人 那你看像我現在 可以在脆上面亂發瘋啊什麼的 他不行喔 對啊 真的 他其實在每一篇各式各樣社群 他都很謹慎 他都很謹慎 他都不能做真正的自己 嗯 不能做真正自己是很可悲的事情 嗯 所以你說有恨嗎 算了要恨他幹嘛 他都那麼慘了 真的 對啊 好棒耶 我覺得你要think out of the box 就是你 說中文好嗎 就是 比如說你覺得你現在 困在一個人生的低潮裡面 嗯 但是你跳脫這個這個 把你困住的框架去想 就例如說我 剛開始我很恨自己者 嗯 然後我跳出來想之後 我發現 那是他們的工作 嗯 他們也需要這樣 他們才可以存活 所以 我不會恨他們了 嗯 嗯 他們很辛苦 但是 我沒有啊 我只要發文而已就可以了 理解 所以我覺得你去理解 每一個人做事情的動機 或許你會覺得好一點 其實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對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你不要只用自己的很執著的那個執念 覺得說 你就是帶風向啊 你就是標題殺人啊 什麼什麼的 現在Tray上面還是有很多人 就在批評記者啊 怎麼樣怎麼樣 我都笑笑的看 我只要求 不要把我們搞混 因為我怕被打 本來很擔心他 可能沒有辦法出席明天的美女聚餐 然後後來剛剛他就講說 他OK 他明天會準時到 我們就在群組裡面笑他說 欸那你明天 在去餐廳的路上 不要跟任何人合照喔 對於陳怡被打 你有什麼話說嗎 又不是我被打 我要說什麼話 莫名其妙嘛 對於時事我只有一件事情要講 我現在很鄭重 很鄭重的講一件事情 陳怡、陳三金是我的朋友 我只要求 不要把我們搞混 為什麼不要搞混 因為我怕被打 因為昨天到今天 其實蠻多人來罵我的 我不懂 罵人可以 可是請你罵對人 你來罵我其他的事情 我蓋瓜成瘦 但是你來罵我說 嘴秋活該 被打活該 我覺得很 我覺得很 不能釋懷 我真的覺得 你這樣看醫生欸 我覺得這不是頭腦問題 這是就是 其實就是你眼睛 有一點點problem了 可能是年紀 或者是你 日曬 或者是怎麼樣 你們罵我就算了 你們認錯人 寫錯字 真的就算了 連記者字都寫錯 這兩個字 你告訴我 你現在告訴我 他一樣 你告訴我 你分不出來 現在 我要再強調一次 我跟他沒有撞臉 你知道我氣的點是在啊 就是自由時報 他用了一張 我跟陳怡的合照 很應景 我知道 因為你的內容是要寫說 網友誤認謝忻跟陳怡 我知道 可是 請你在照片的選擇上面 你為什麼要找一張 我們在某個節目 同台 然後我 就是剛好 臉歪過去 然後不知道在看哪裡 根本也不看鏡頭 的照片使用 而且我最生氣的點是 那一張照片 陳怡小姐 很好看 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 說真的 我明天 因為我明天中午要跟他吃飯 然後我們 就有一個美女群組啊 就在那個群組裡面 我就在那邊跟他開玩笑 我就說 本來很擔心他 可能沒有辦法出席 明天的美女聚餐 然後後來剛剛他就講說 他OK 他明天會準時到 我們就在群組裡面笑他說 欸那你明天 在去餐廳的路上 不要跟任何人合照喔 因為很怕有就是 畢而自被認錯 好啦 我知道笑他真的不應該 但是我真的有一點覺得蠻 我覺得就是很好 好像烏龍的一件事情 越多自媒體被打 我就越爽 所以他的狀況 我覺得比我更危險 連打他的人 就連指使那個黃男 來打他的是誰 都不知道 那我呢至少 我現在之後出事 有什麼事情呢 就一定是 就是 我是建議 就趕快先辦一辦吧 先離開台灣 想要怎麼追求怎麼追求 那我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說 欸 Toys 怕不怕之後又出事啊 我說 怕有什麼用 你也沒辦法啊 人家要這樣搞 你也 沒辦法啊 我的想法就是說 我的狀況呢 比他好一點 現在他的狀況有點像是 連打他的人 就連指使那個黃男 來打他的是誰 都不知道 那我呢至少 我現在之後出事 有什麼事情呢 就一定是 黃柏超 一定是那個垃圾房 對不對 所以我還可能 沒那麼害怕 的原因就是因為 至少 如果有什麼 出了什麼事情 手腳斷了 那 一定算在黃柏超上 所以 他的狀況 我覺得比我更危險 因為 第一 是 他人現在襲擊他的人 指使那個襲擊的人 是誰 都不知道 那 變成說 我是建議 就趕快先搬一搬吧 先離開台灣 想要怎麼追求 怎麼追求 越多自媒體 被打 我就越爽 原因呢 就是因為 不是你們看 發生在我身上的狀況 下面留言有很多啊 就是可能那些 本來不喜歡我的人 他可能才你本身沒有 就是 他本來說 欸 打大了 活該 打死他 對不對 那誠意的狀況 我想應該在網路上 應該差不多 我猜啦 我猜 我沒有完整的仔細去看 他 這個 不論的風向怎麼樣 但是 為什麼我說打得好呢 就是因為 第一 誠意的人沒什麼大 但是我剛剛 下午跟他講話的時候 明顯 感覺的出來 他嚇到了 他 他有點嚇到了 但是我呢 我的感覺就是 越多人被打 就越能夠讓這些人 正視 這個暴力的行為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這些可能 比較有爭議的 對吧 大家都說活該被打 哪一天打到 你喜歡的 無論是明星 還是歌手 還是藝人 還是網紅 還是什麼什麼主播 你那個時候才會覺得 你同理心 你的共情能力 才會跑得出來 等待的人真的太多了 真的沒有辦法自己找 我的 一定會想說我要不要搬家 我要不要出國 逃難 那我在想說 我又不是做錯事情的人 會這個是我躲啊 身體的傷也許會好 心理的傷是永遠好不了解 所以我希望 不要有下一個人 遭受這樣子殘忍的虐待 謝謝